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披心待月藏风炉 正以为生世复皇 我会死穴 万事何堪 且将死尽我好心 道德温方一天大 美方向飘踏地 英雄文明中小床 英雄文明中小床 方向飘踏地 我在遮蓋你一下 到那個時候 你怨不得我 只能怨你那個做爹的 這個 不 爹 不要管我 什麼都不要告訴他 我天生一副 淋香惜玉的心情 像這麼一位黃花大閨女 我實在下不了手 坦白說你們把我給逼急了 那我只有牙一咬心一狠 就辣手摧花 好吧 我張三郎 算是栽在你手裡的 不 我爹 爹 原來是溫少主不放心 派了他的四肆跟來了 既然是跟來了 就請出來吧 奉我家少主之命 前來押解張三郎 這位在下柳玉琳 這位在下柳玉琳 無法從命 我要親自將張三郎婦女 交到你們溫少主手上 我等是奉命前來押解 這位你柳公子親手交給我家少主 有什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當初我與你們溫少主有約在先 我親自將張三郎婦女 交到他們手上 而且再說張三郎 他是神偷出身滑溜得很 萬一從你們四世手中給逃走了 那我請問你們 到時候算不算我如約 將他們交到你們少主手上了呢 柳公子 你想的 未免太周到了 顧慮的也未免太多了吧 抓去 蓋上去 那你怎麼走 下水 看到了沒有 這就是你們辦的好事 人是從你柳公子手上走脫的 你還沒有把張三郎婦女交給我們 少主呢 對 快快快 爹 劉玲玲到底怎麼知道的 那恐怕要怪爹留下了一個表記 明人不做暗示 爹一下是留下表記 現在好 沒想到 這次什麼都沒撈著 反而惹出那麼一身大禍 現在 連換了名字改了行都不能躲得過 那 那咱們該怎麼辦呢 爹做夢都沒想到 他就是那個四塊玉四公子之一 你看見 現在寧心門的人都卸了身 好 現在就希望他們兩戶相爭 來個兩敗俱勝 至少也上一個 爹 您是知道的 劉玲玲能名列四塊玉之一 是黑白兩道岔木 我 固然是由於他一身的武功 崇高一絕 可是 由於 他有一個家大業大 勢更大的家 我想 寧心門未必會跟他翻臉 剛剛不還聽他說過嗎 他跟溫少主有約在先啊 那真要是這樣 咱們父女就糟了 我 現在住城都恐怕已經來不及了 走到哪兒算哪兒走 爹 爹 咱不先回家一趟嗎 傻丫頭 現在咱們能回家 連命都保不住了 還過得了家 走 你們是 找人哪 我問你 鐵片喬嘴 可是住在這兒 你不是找他呀 他們父女兩個一走了 到大香果寺說書去了 還沒回來 我聽說 張三郎精通易容化妝術 不能給他瞞過了 我來看看 怎麼這麼經不起打呢 他們可能不是張三郎父女呀 張三郎父女還沒回來 快走吧 他們兩個呢 他們兩個 算他們倒霉呀 走 一副倒霉的 小翠 溫家人呢 都出去了 也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反正呢 做不出什麼好事來的 小翠 別胡說 貝子說的是實話嘛 兩家世交 您還不明白溫家人嗎 什麼啊 你怎麼還會 Vill 人家 可不可以 過出來了 可以 廉物 也不不客上來了 那什陣子 他最想給我 做了 公主 我正想給我 你管我 你管我 姑娘 我陪您出去逛逛好不好 逛逛 是啊 您不是悶得慌嗎 出去有什麼好玩的呢 好玩的地方多著呢 您天天這麼不見天日待在這兒 怎麼知道哪裡好玩呢 可是 溫江一個人都不在 我剛剛說一聲 不大好吧 您怎麼還這樣 天要老這樣 人家還真以為您好欺負呢 咱們是來做客的 又不是坐他 溫家接下去 好 你們這是幹什麼 一虎姑娘 你要到哪兒去啊 我家姑娘悶得慌 想要出去走走 讓路 奉我家夫人之命 請令狐姑娘留在此地 不可外出 留我在此不可外出 為什麼 我家夫人說 最近外面亂得很 各地武林 黑白兩大的人 都聚集在這一帶 她們對姑娘不熟 怕萬一冒犯了姑娘 我家夫人就不能像雞婆婆交代了 原來如此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再說 我又是出生累月門 不會連個防身滋味的能力都沒有 我勞溫伯母操心 你們還是讓開路吧 你忘了 我家姑娘是到你寧心溫家來做貴客 溫家打給你們 我家姑娘照樣打給你們 難道 你以為我家姑娘就對付不了你們幾個 小翠 好大的火氣 好離那個啞口 見我溫伯父 關伯母 好侄女 對伯母 不要太多理了 朗月門 令狐姑娘身邊的小翠姑娘 是出了名的厲害男臣 你們是怎麼得罪她了 溫伯母 別怪他們 是秋霜悶得慌想出去走走 是侄女 你悶得慌想出去走走啊 我是怎麼交代你們的 眼下外面的情況 你們難道沒有向令狐姑娘禀報嗎 溫伯母 他們都說了 再說 我是冷月門出身 不至於連個防身滋味的能力都沒有 伯母的好意 秋霜很感激 哎呦 好侄女啊 當然了 這個冷月門當今第一呀 季婆婆的孫女兒 當然是威震天下 怎麼會連個防身滋味的能力都沒有呢 不過秋霜啊 我得告訴你 這一代出現的 都是傑傲殘兄出了名的幾個大兄 你是伯母從冷月門親自給你接來的 萬一有個什麼差錯的話 那叫溫伯母怎麼向你季婆婆交代呢 所以啊 好侄女 你還是不要出去吧 這有寧青門人的守護 就算她是武林中一等一等大兄 她也不敢青月雷池一步 啊 銀兒我的好意 實在太敢弄秋霜了 不過 秋霜還是悶得慌 想出去走走 這 你們閃開 爹 娘 秋霜既然悶得慌 理應讓她出去走走 非親 非親啊 不是娘不讓秋霜出去 娘怎麼會呢 實在是 我在外頭都聽見了 娘 不要緊 我能保證她的安全 秋霜要是有任何差錯 您就為我這個做女兒的試問就是了 好吧 那我就派您心門的人隨行護衛 不必了 難道我的保證還比不上您心門的隨行護衛 秋霜 你去吧 早點回來就是了 離陰 服務衛 温家 我沒有哥哥一順 温家把你養得這麼大 你老是向著外人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我只知道感情儀式 是不能勉強的 哥哥跟秋霜這件事情 已經是有點勉強 您二位要是再這樣 是要逼秋霜翻臉了 就是因為秋霜心裡頭不太願意 外面又是個花花世界 什麼樣人都有 所以我是怕呀 娘 這您就不用怕 秋霜不是這種女孩 花花世界動不了她的心 她外柔內綱 要是逼其了人總是人 不能老是看守著 她要是喜歡哥哥的話 任何人搶不走她 她要是不喜歡哥哥 您就是把她鎖在寧心門裡 也是沒有用的 你倒想得開啊 你不是不知道 令胡家跟温家早年定有婚約 她已經是我温家 為過門兒媳婦了 未必 就算是她已經是 温家的媳婦 那是嫁給温家 不是送給温家 賣給温家 我們不能拿人家當囚犯看 限制人家的行動 帶走 逼 逼 那個丫頭 已經不能再逼人了 咱們這個丫頭 更不能逼人了 來 嚇嵩 你記住 訪遍江湖 找一個叫李忠的老人家 趁現在 你往東走 我往西走 不 爹 要拼咱們一塊拼 要死 咱們要死一塊兒 孩子 這件事情非常重大 你我父女總有一個人 要去完成它的 可是你 爹 你不要多說 他們只會認出我 不會注意你的 不 爹 不要 聽話 快走 張三郎 你好大的膽子 還不趕快跪下臨死 也許本大爺會給你個全身 我張三郎上跪天地下跪父母 我怎麼會 爹 你們 你們情人太深 我張三郎 你們 您什麼事是無冤無仇的 張三郎 到現在 你還嘴強咬的牙不承認 我 我 我 張三郎 反正那也不是你的東西 你又何必把它看得比你自己的性命還重呢 我 我知道 我現在就算把嘴皮說破了你們也不會相信呢 哎呀 誰怪我當初他這個非分之才 這算是我最有應得了 好好好 我我現在願意跟你們四位走 任憑這個寧心主人處置 啊 不過我要求四位高台貴手 把把把把把我這女兒給放走吧 你死了這條心吧辦不到 哎 哎 可是話要說清楚 你們要是不把我這女兒放走 哎 寧心門的人別想找到這對翡翠馬 嗯 張三郎 你不是說你不知道那對翡翠馬的下落嗎 我這個 張三郎 哎 死到臨頭 你還敢對寧心門不敬嗎 哎 帶走 不要走 誰 回答我的問題 哎 哎 哎 好想你找死 這 這 哎呀 哎呀 哎 哎 你 你竟敢傷我餘心似事 哼 不必緊張 他並沒有死 只是被我鎮昏過去 希望不要再讓我傷到第二個人 回答我的問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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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真是 回答我的問題 寧心四世 奉寧心主人之命 陳志不敬寧心主人之人 陳敬 你們寧心主人憑什麼要別人尊敬啊 您心門所知 天下無不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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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的 許多年來 天下武力一向如此 那他第一個碰到不敵頭的人 回去告訴你們主人 不管這兩位是為了什麼 我留下了 報個名號 你不配問 記住我這個人就行了 好 這兩個人就暫時先交給你 不過你得好好的替我們看著 走 是 這位莊師請留步 老人家有什麼教言 咱家父女 受您救命之恩 舉手之勞 何足掛起 此地非久留之地 兩位請趕快離開 這是容我請教 老人家 在下無名無刑 专紹 爹 他既不願意說 我們問了也是白問 你沒聽他說嗎 只記住他這個人就行了 那對這個人究竟什麼oso 怎麼他一生功力 居然把 比那四塊鱼的柳玉林還高啊 這寧 чи分的人 見了他 怎麼像只活的一樣 你们都是逐渣的 智胡子 居然连个见都没见过的人 对付不了 少庆少 你想想看 当初要是说 让我老老实实的把 张三郎她妇女一起给带去 哪会有今天现在这事呢 这是该死的东西 这是丢人丢大 居然这么大胆 敢管我宁兴门的闲事 伤我宁兴四位 烙在我的手上 对了 有没有问她 叫什么姓什么 回少主 属下没有问出她的姓名 什么 没有问出来 她 她 她不肯说 一群该死的东西 四位 我说你们这么做事的话 那就差了 你要晓得 这放眼江古 威震武的宁兴兴兴 你们这四世居然对付不了一个 从来没见过面的小子 甚至伤在他的手下 到最后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 这以后 你们只有什么颜面对江湖同道的 这一群饭头 好了好了 少秦兄 你也不要再生气了 你就是再生气也余事无 就算今天把他们给杀了 也没什么用 我看这样 这件事情就有小弟 在替你笑些微老 玉林兄的意思 是能找到那个人 替我出这口怨气 只要他不会七十二变 就凭我江湖四块鱼之手柳玉林 想要在地面上找个人 或打听件事 这还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次 我不但要替你少秦兄出正口气 而且就是张三郎他父女 也逃不过我的掌握 好 那一切就烦牢玉林兄了 少秦兄 我希望你这一次是诚心诚意 愿意再静候佳音 不要再派人手跟着我 你要知道 要是选派不对的话 不但是越帮越忙 会坏了大事 老先生 这不老人家 老人家 老人家 好不容易打听到你的住处 想不到来迟了一步 是谁下了毒手 是谁害了你 这位姑娘 又是什么人呢 老人家 你这一被害 我的线索都断了 再去找谁 问翡翠马的下路 翡翠马谁拿去了 会在什么地方 这就不得了 能够相见 能够相见总算有缘 虽然你们有帮上我的忙 我还是把你们葬了 孩子 爹已经决定了 就不要再说了 丁玉 丁玉 你为什么为别人 就算是为自己赎点罪 这银星门 不断地追溯这个翡翠马 一定是有它的道路 并不是为了这对翡翠马 它本身有什么价值 才能引起银星门去追它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要不了多久 这黑白两道 大伙全都会出来 追逃这个翡翠马 爹这是唯一的办法来保护它 不会让它落在坏人的手里 爹 可是咱们又不要那个东西 如果谁要 让它们争夺就好了 这话不是这么说 咱们要就不知道 现在既然知道了 而且又卷入漩涡了 要是把 把这翡翠马 让它落在这个坏人手里头 那岂不是你我妇女的罪过 爹 可是 你不要再说了 只有这个办法 让我引开武力上所有的人 那只有这样 才能保护这个翡翠马 就算我牺牲了生命 那也是值得的 爹 不要多多说了 还 你既然是我张三郎的女儿 你就应该学得跟爸一样坚强一点 你应该学习 尽点工艺 尽自己一点心力 你来 你要记住 你 像李中这样 他能够在这种情形之下 冒着九死一生 他护着这个宝而逃走 过不了多久 事情会有改变 而李中他忠于李家 这点忠心是绝不会改变 就凭这点 你就不难找到的 姓夫爷 要是你我父女缘分已尽 那也是上天注定 否则的话 你我父女总有见面的机会 记住 沿途留下爹的暗计 只要有机会的话 爹还是会找到的 爹 不要再说 快走吧 爹 走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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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呢 怪了 明明是这儿了 老二 你不会弄错地方吧 这怎么会呢 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 地面上他这点事还能弄错吗 门口明明写着四个大字 徐氏古词 错不了 错不了啊 既然是约我们兄妹三个到这儿 怎么会不见人影呢 大师兄啊 别装着打宴 最后让宴捉了眼珠子去 咱们兄妹带上了人家的道了吧 谁 谁 哪位高人要约 何不现身一会 我们兄妹三个人 是晨曦赴约而来 阁下何必相信呢 不管他 走了走 错了 来了 不见 除了什么眼珠 阁下是 先别问我是谁 我欠三个奴仆 抗上了你们三个人 干不干 这 未免欺人太甚 我告诉你 你人也有个土性啊 我们兄妹三个人 在江湖上 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但是也是有自好的人物 叫我们三人给你做奴才 你做梦 先给姑奶奶伺候我洗脚吧 嘿 哎 啊 走 辽方向 我们里边是有莲香习语的人 但是不是我 你找死 走 走 断魂魔手 阁下究竟是 既然看见了断魂魔手 还要问我是谁 不认识 亏你们还是武林中 有自好的人物 侯公子 我错 正是本公子 哟 侯公子 你干嘛不早说呢 苗方向 刚才我已经说过 我们四块狱里边 是有莲香习语的人 但是不是我 可是公子 你也不是那个 无情无义 铁面无私的人呐 我想啊 您大师没见对人呐 苗方向 算你知武 而且 你也有自知之明 显上你们三个人 是本公子 是本公子对于你们的厚爱 现在本公子 要跟你们谈一宗交易 干不干 这是侯公子 抬举我们兄伟三个 但请公子吩咐就是 哎哟公子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您的事情还不是一句话了 是 那 事是我的事 不过 既然让你们参与其事 本公子也不会不给你们好处 过来 本公子 我们也是为了那队玩意儿来的 那咱们倒是志同道合 不过 你们应该自己明白 要不是跟随本公子的话 你们连边都爱不上 是是 好 那我们就说定了 不过你们应该知道 我是绝不容许有父我之人 方四海兄弟不敢 那就好 走开 叫在这儿 你笼子 我叫你闪开 你 不要脸 骂谁啊 骂谁 我骂你 你没看到 叫在这儿啊 看是看见了 为什么要闪开啊 我叫你让 你就得让 你 阁下 你身为主人 任凭你的下人 出口伤人 出手打人 府上的家教门贵可想而知了 如果再不好好的管教 恕在下无礼了 李倩 你不但胆大 还有一张会说话的利口 原来你是为故 姑娘过奖了 你以为我是夸奖你 那姑娘也不必以为在下是谦虚了 你可知道 你不但是当世之中 第一个敢不必我做教的人 而且也是第一个敢顶撞我的人 路人人能走 什么叫敢于不敢 距离而争 有什么顶撞不顶撞的 那我也不多说了 不管怎么说 我不能让别人说 我家丫头没家教 我认错了 这也是我身平第一次跟人认错的 小翠儿 快陪礼 是 姑娘 我陪礼了 站住 姑娘还有什么教言 把你的姓名告诉我 怎么 姑娘打算日后找人替你出气吗 我要是想出气 也不必等日后 也不会向你认错陪礼 我只是想知道一下 彼此素昧平生 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能相逢便是缘 你我如此在般的碰在一起 你不认为是缘吗 那我告诉你 我叫冷月 冷姑娘 我主门 可以 你就發生了 我不认为 在家 我认为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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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它 你想不想看看我 我 小翠 先看教练 是 姑娘 这位是秋双妹妹 秋双妹妹 这位是 这位是 她是我朋友 朋友 小翠 时候不早了 该回去了 是 姑娘 你等一等 阁下还有事吗 既然秋双妹妹 说你是朋友 就凑着朋友的两个字 我要告诉你 我就是宁新闻的温少主 秋双妹妹 是我的未婚妻 阁下没有必要告诉我这些 谁呀 呃 呃 站住 欺敌少主 他就是那个少主 好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主 那我就顾不得什么朋友 拿下 是 车下 你 少说了 今天 你可以说是 死定 拿下 是 少群兄 这怎么回事 毕丽兄 你来得正好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看样子 他今天也活不成了 阁下 在下一再地忍让 你不能这样 不必 我跟温少主 有约在先 让我来去 不要这样 还要是能活过 一个对诗的话 我这个柳字就倒过来写 小翠 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我家姑娘不放心她的朋友 让被子折回来看看 你告诉秋双妹妹 叫她放心好 她的朋友 我们已经送她走了 那就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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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呢 当然了 要不然 你们三位怎么会跑到这来呢 这是最笨 也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法子 但是管用啊 你们三位 是不是为了这个翡翠马来的呢 还会为别的呢 别的你还有什么 这样三郎 这么说翡翠马是在你手里咯 是 在 不过谁想要得到这翡翠马 那要看我会落在谁手里才行 好 快人快语 我的三郎 咱们要不要试试看呢 这叫做活捉张三郎 姑娘 又是他呀 过来 看看他 姑娘 死了 是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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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落進了侯玉坤的手裡 這張三郎又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呢 請繼續收看《梅嶺飄香許》